前两个星期我就回来一趟香港 那就是拖延症 把片子剪一了 哈喽大家好 话说前两个星期我就回来一趟香港 那就是拖延症 把片子剪一下 整理一下 就出一个 香港合集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每天去了哪里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有什么东西好买的 就是这么多年了疫情 三年多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香港了 那距离上次去香港 还是大概五年前 或者五六年前了 已经很久远很久远的事情了 然后这次回去真的超级兴奋 很多东西都很新鲜 好像回到自己家里面一样 然后因为我们看TVV 感觉TVV的场景就在自己眼前出现的感觉 真的非常棒 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和人参加 亚伟的东西 大概是大分的 亚传的 海骸 歡迎乘搭機場快線 本班列車遲到清衣 下雨站清衣 Next Station 清衣 看到有帶商店和便利店的地鐵站真的超級興奮 天啊 這個夢寐以求的地方 永遠就是看TVB才有出現的地方 終於在我現實燈裡面出現了 我們第一天行程因為我的行雨直接就寄濕了 但是這個細節我會在第二天的視頻裡面講 我們就第一天到了以後 我是約了朋友 我們去吃一個叫做週季餐廳 一個點心店的茶餐廳 而且我覺得好彩 我來的這個天氣是很好 這個時間是不熱 算了 換了 有啊 然後呢 做的時候就油了 然後搏開它 這個黑芝麻 繼續說 我又不像我其他朋友的樣子 他就很明顯地說 他就說他已經坐下了 三個人吃了港幣380元 這個是不是開的 怎麼開的 也不錯 大就不是很大 但是很骨子 也挺乾淨 還有那個冰箱 有沙寶眼鏡 看看 廁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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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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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